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10月25日 欢迎大家收听今晚外汇分析 今晚有Carson在这里 也有我们两位嘉宾 首先有黄冠一教授,阿尘你好 好,大家好 也有华夏政券行政总裁黄荣坤在这里 James 你好 你好,大家好 当然我们今天外汇分析 今晚James在这里也想先跟大家谈一下外汇的情况 当然我们看到美股近期虽然有点反弹 但我们看到今天美股三大指数开出来 都是跌超过百分之一 而我们看看近期大家比较关注的 美国债市的表现 我看到这个十年期的美债 升穿了5厘以后 也稍微回落了一些 不如先问一下Sir 这个长债息的稍微回落 是不是只是纯粹一些短线的调整呢 其实未来他们的长债息 是不是都是向上围着呢 那这个债息呢 就是我们不要看得太短了 因为太短的东西 我们很早前已经说一字记之约债买不得 就是告诉你听 这个息是会上的 那其实现在上到来5厘了 那现在你问我是不是还会再升呢 我可以告诉你听 这个息是会再升的 这个息是会再升的 但是呢 这次的升呢 就会慢点 因为上一次由0变到5呢 大概是用了一年半那样的 那但是这次呢 会升上去呢 也都不会升到 就是我不知道呢 我猜它不会升到10厘了 但是我相信它会去到7厘 7厘半这样的位置 那但是多久呢 我觉得呢 就是时间会长一些 可能两年啦 2024、2025、2026 就是有机会上到7厘7厘半 但是起码呢 大家要明白一件事 那个息口是不能下降的 为什么不能下降呢 第一 就是美国呢 那个拍债呢 是一直不会停的 因为它现在 除了它自己本身的经济有问题之外呢 问题的意思不是说它经济不好 而是它有很多东西 比如基建啊 那些Medicare啊 或者其他那些Social Security 那些它们要付 那这个是第一 第二呢 就是它们的息 那息要付很多钱 息出去 大概33万亿 你想想 如果要付贵一厘 兩厘 三厘 再付多少息呢 第一它一直会拍债 第二呢 它一直要付息 第三呢 就是 拿它的美债那些呢 就一定会订你的 好像中国那样 有什么理由 有什么理由 为什么你最近 那么多人去 討好中国呢 包括美国佬 几个一起去 由这个 排恩斯啊 就是CIA 那个头啊 跟着到这个 blinken啊 跟着到耶伦 跟着有John Kerry啊 跟着商务部长啊 每个都去 跟着连这个国会 那个 書墨都去 那你看到每个都去呢 当然啦 每个都去就是想听个傻子 第一傻子 第二就是说 喂 你拿了很多美债 你不要乱这么订 行不行啊 那但是 你作为一个中国人 就是你作为一个国家 我 我给你钱 去买支枪 来指住我 你会不会呢 是不是 我没有可能给你钱 你买支枪 来指住我的嘛 是不是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中国呢 拿着美债是13000亿 呢 扔到现在来8000亿 他一直都会扔你的了 说你呢 你现在 王毅呢 星期四到星期六 就会去美国了 跟着呢 就 还有呢 就是另外一副总理 也都去美国呢 就去见耶伦 跟耶伦 聊天的 耶伦 邀请他去 那 跟着呢 就是他们铺路呢 那时候在San Francisco 就等着 就是 集拜会 是不是 集拜会 其实 这些全部呢 在我来说呢 都是 formality 而已 就是你邀请我 或者你要见不见 是不是 但是问题就是说 你那条心没有变 你那条心 一直都是想我去死 是不是 想我去死 我没有理由给你钱 去找枪 买子弹来射我 所以我一定要 我一定要慢慢慢慢出 我又不会说一次过出 一次过出 就老土 被人说 是不是 所以有几个问题 息是不能下 第一 你一度发债 因为你有很多东西要给 包括你现在拉幾条战线 你又撑以色列 你又俄乌 那你撑了多少呢 我也不知道你撑了多少 第一 第二 你那些息要给的 33万亿里面 你就算每年 只是你给息都多过你的军费 起码都七八千亿 是不是 接着呢 人家又扔你的债券 還有一件事 通胀不能下的 通胀怎么下 就是这样的形勢 所以几件事加上 这个息口是不能下的 每个人都以为我认识 是呀 会减息 会停止加息 接着减息 接着衰退 加到衰退 你就会减 但是加到衰退 减息的时候 你就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 那你那些 OK 你衰退的时候 OK 第一 如果你真的衰退的时候 而去减息的呢 你那个股市 或者其他东西 你一定下去的 但是问题是 你衰退的时候 你的通胀不能下 你变成了滞脏 你变成了滞脏 那你加息还是减息呢 所以呢 现在你看到的 你看到的样子 就是说 根本上呢 J. Powell和拜登 其实是貌合神来的 那我不知道了 这件事怎么发展下去呢 就看国际形势而已 如果那个国际形势再变怀的话 就是华尔斯 你还是一意孤行 要消灭哈马斯的话呢 哈马斯那么容易被你消灭到吗 老实说 如果我那么容易被你消灭到 我不会 就是 我不会静悄悄地炸你一锅 等你整个弹起了 对不对 所以这件事 我就炸你一锅 等你整个弹起了 你疯了 好像疯了 好像疯狂 好像没有揭屎底 你这样乱来 那变成了 引起了全世界的公愤 全世界的公愤都不要紧 引起了整个阿拉伯 整个穆斯林的公愤 所以你看到 我说第三次世界大战 你看到整个穆斯林 他们的反应是怎样的 你欧洲 你那个马克罗都是愚蠢的 走去还要支持以色列 你看着 法国第一个大件事 所以你看到法国的股票 7000多年 只剩下6800的 法国一定很大件事 我告诉你 因为法国是最多穆斯林的 德国也多 不过德国呢 没有发过这么多殖民地 第二呢 还有德国的书以池 也是愚蠢的 走去带顶这个 以色列的博姆 走去支持 你不用做到这样 你想欲蓋离章 你想告诉别人 我当年屠杀这个犹太人是错的 当然是错 屠杀什么人你都是错的 所以呢 这个 这个 就是你问我的息口 我现在是告诉你 那息是没得下的 那息口 十年一定上5厘以上的 慢慢去到5厘半 接着6厘6厘半这样去的 是不是 是不是這麼快呢 我不知道 但是未來的食口一定是朝著六里半七里走的 如果朝著六里半七里走 那股市會怎樣呢 你不要用傳統的想法去看股市 你看看阿根廷的股市 七八十萬點 由我和姚占做節目的時候 是三十萬點 二十幾萬點 然後我還提一下姚占 我就說 喂 阿根廷股市二十幾萬點 你知不知道啊 我也不知道 現在阿根廷股市是由差不多八十萬點 跌回到七十萬點 昨晚去到六十五萬點 前晚跌了十萬點 昨晚跌了四萬七千幾點 為什麼 你們是不是這個市場 你們是這個市場的 你們就知道為什麼 根本就不是這個市場的 你們就不知道為什麼 是不是 那好了 那你說那個息口 究竟是怎樣呢 那不息口 所以我就看看 全世界的局勢是怎樣的 但是那個息口是不能下跌的 那就不能下跌 那不能下跌的時候 股市是不是倒下呢 就不一定啊 那就不一定倒下呢 那看東西不是這樣看的 看東西 學生的人就是這樣看的 我們拿著刀出去殺了幾十年的人呢 我們不是這樣看的 就是這樣 有機會我們再詳細問問SIR 因為說到這個美債 我也想看看 James有沒有什麼意見 因為我們看到 Bill Ockman 就在這個星期初 就在Twitter就說 他已經把這個 美國的三十年期的 那個的淡倉就平了倉 那他就說呢 其實現在全球的風險太大了 那那前景的經濟衰退 或者 給個實質數據呢 就會為之差 就把那些長債的淡倉平倉 你怎麼看這件事情呢 還有你會不會都預視著 其實現在美國的長期的國債息略呢 其實都會維持在高位一段比較長的時間呢 因為你看回上個星期五的美債 尤其是那些長債升上去的速度 已經有少許變慢了 到了今個星期一的時候 就是美冬時間星期一的時候 突然之間飆了上去而已 就是三十年過債可以去到五點一七五點一八 十年過債可以去到五點零四五點零五 接著就見到Bill Ackman這個 他說short covering的這個 這個番薯華一出來之後 就即日 十年也好三十年也好也好 都是堆了十幾個點子下去 那算是尤其長債來講 那個波幅算是大的 那但是那個問題就是 都不是他一個說 這個位呢 再去搏去沽長債 就是好像不是很抵搏 因為其他的一些投行都有出來說 說十年過債去到五點 其實就是一個買入的點來的 那有些我想 有些債的投資者可能都是見到 現在去lock up 十年過債五點息的這個息口 對他們來說 可能不是一個很大風險的一個bet 所以他們就會在這個位置 相應去做少少long出來 那我想三十年過債 尤其是三十年過債 標得這麼厲害的原因 我們上次都說過了 就是對上個星期的時候 那三十年過債的拍賣很差 十年又差 三年又差 三十年就最差 接著去到這個星期的時候 其實三年發賣都是差的 那我想最大的原因就是 那個供應是多過需求很多 八月份的時候美國一個月就增加了一萬億的一個國債 那他不是強行去印那麼多債出來 去給人買的話 那他自己根本就沒有辦法去分到 他自己就是為他政府的deficit 去提供一個funding 那你多了那麼多債出來 那唯有就是那個價錢要降一些 那價錢要降的時候 息迷夾高 這個應該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 我就不覺得在短時間之內 就是可以沒有一件事 或者是可以人家就搶美債的速度 是跟得上美國政府去增發美債的速度 那所以就是阿sir說得對 就是都 就是我想我們幾個有傾開有跟開的 都是覺得那個美債息 就是要他跌下來去到三啊這些位置 就沒什麼可能了 就是講十年的話 那你說其他關於short covering 或者是短倉那些的倉位的部署 我就我覺得應該就差不多 之前人家一路沽下來那些 現在一路續續在那裏平一些短倉 那多多少少都是和他們去看經濟現狀是有關的 那因為現在我們都 就是你看回一年前呢 就這個時候 一個consensus就是看美國今年衰退的 那去到現在 可能又要再講過 但是在今年至今的 就是逐步的時間 開始去過的時候呢 你看到越來越少人去講衰退這件事 就是由軟著陸 硬著陸 講到沒有著陸 那就是那個經濟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那但是那個問題就是 如果你看回債 債息這一段時間的走勢呢 你會見到有一個字叫做 bare statement 那你通常去拿長債和短債的債息做個比較 就是看得最多三個月十年 或者之前最多人知道的兩年十年 那這些 這些的債息如果倒掛了呢 人家就說OK 這個是一個 是一個衰退的一個先兆來的 那問題就是他倒掛完之後呢 他可能這分鐘都還要去stepen 就是他兩者長短債之間的息差 是可以變負數之後呢 再去回0 跟著再去回靜的 那但是這個stepening的過程呢 就不是倒掛的過程呢 反而是叫bare stepening 因為通常呢 倒掛完之後 開始會變得靜回 息差變靜呢 就代表著是 就是有一個recession是 imminent的 那所以現在我才覺得 那些人就覺得 估長債不是一個很好的一個選擇 他們反而可能覺得 在現在這一刻 去lock up長債那些債息呢 更抵薄一些 嗯 那如果是這樣 你覺得那個美股調整 就是如果隨著那個息口 就是債息可能都還是比較高期的時候呢 對美股的影響 會不會都比較偏大呢 還是覺得 其實剛剛我提過了 就是可能未必那個股市要跌啦 但是如果短線 我們看到現在好像看下去 那個美股要再升上去 都好像有點難度 怎樣去評估現在美股的表現呢 大家好 我是王冠一 個個都叫我王Sir 現在加入我的Patreon 就可以率先知道我獨家對市場的分析 Patreon會員將會享有專屬限定內容 每星期的獨家影片和文章 為你分析環球投資市場 還會以宏觀角度 對股市、外匯、債券、商品資源等市場 作前瞻性的分析 每月直播 我會和侯天同師傅 輕鬆暢談環球經濟和玄學的知識 還可以用會員優惠價參加我的Webinar 小小的付出 隨時為你帶來意想不到的回報 立即加入我的Patreon